老花一美日一达回答一下 臭宝们的养完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你看这种怎么处理啊 叶子上面全部是这种黄色的斑点 这个呢 以我的经验判断 是有虫子在上面拉的这种变脸 然后呢 支撑了梅卷 你这个用手应该是可以擦掉的 或者说用丝毛巾 这个我有此可以判断 你之前那个花呢 是生过虫子 应该是芥翘虫之类的 然后呢 拉了很多变脸 在现有的这些叶子上 之前的叶子全部被吃完了 全部脱落了 对吧 现在这个情况呢 可以用丝毛巾沾的水给它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呢 记得打一遍药 只要是杀虫剂都可以的 好吧 下一个是我说老花叶 茉莉子染了红蜘蛛 叶子掉的差不多了 你看看 还能缓过来吗 这个是可以缓过来的 等开完花之后 您适当的修剪一下 再补一些肥料 正常的给出光照 只要不缺水不缺肥 一样可以长得很旺的 好吧 下话说 红拖鞋叶子老是打不开 这是啥玩意 您家里边太热了 你们看都传说起来 给人晒蔫了 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说呢 不要给它强光曝晒了 尤其现在气温太高 气温高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遮阳 50%的遮阳 也就是半阴半阳 这样的话 叶子就会稍微伸展一些 你浇再多的水也没有用 就像那人 去到沙哈拉大沙漠里边 那么干燥 你喝再多的水 你也是嘴唇子干 手皮子裂 对吧 一样的道理 这个现在就是空气太干 气温太高 水分挥发过快 下个花友说 老花椰我求教一下 你看茉莉花叶子 都这样了 应该怎么办 你这个没什么问题 这很正常 给一些肥料 给足光照 跟刚才那花友一样 茉莉花那个 你只要给足光照 不缺水不缺肥 它一直嗷嗷的长 长老好了 问题不大 像花友说 之前网购的海棠 数千苗 人家 把根砍了 这那那的 然后活了 要不要剪了 有没有影响 你下面这个活了 这一根别剪了 上面如果说死了 你可以把上面给它剪掉 这个你着重的去培养 还能培养出一棵更壮的苗出来 好吧 这个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 这个 没什么大问题 应该还是能活的 继续 还是说 给上肥料 让它正常养护就行了 下个花友 你看我这个牡丹 发黄了 花友 牡丹到这个季节 它就是处于一个 半休眠的一个状态了 夏季高温 它就不怎么爱生长了 然后叶子出现这种胶 是缺过水 缺过水才会缺边 包括月季 像你们养到的茶花 也都 桂花也都会出现 类似的这种情况 因为 夏天温度太高 虽然说它耐汗 但是它汗过头以后 它会出现在叶子上 有一些胶边 这个不影响 你还正常的去养护就好了 不用管它 明年春天 它还会重新再长 再长一样 到秋天的时候的长根 这个阶段 它就是狗眼残喘的那种 去积蓄自己的能量了 你只在生长 是生长不了多少了 好吗 花友 这个问题也不大 好吧 别的没啥 今天要用问题呢 还比较简单 觉得大家点个赞 今天要用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在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